你好 我是美珍 我国在今年5月1号开始放宽多项防疫措施 包括在户外不再强制佩戴口罩 但规定民众必须在四大场所戴着口罩 那就是购物广场 电梯 所有公共交通与电照车 以及在教室里 不过邻国新加坡宣布将从下个星期一 8月29号开始取消在室内戴口罩的措施 因此国人开始关注 我国政府会否跟随这个做法 目前我国冠病单日确诊病例仍处于四位数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也不排除 未来可能还会有新一波的疫情 因此他说在我国还没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并不会放宽室内戴口罩的规定 这也意味我国暂时不会跟随邻国的步伐 国人在室内依然必须要戴好口罩 另一方面 卫生部长凯里表示 我国处于一波低旦漫长的疫情 这是因为确诊数据不会急速飙升 却会持续一段时间 不过他也承认冠病防疫检化且松懈 甚至有人自行检测后 完全没在麦斯扎扎扎通报 虽然现阶段防疫方式不再看数据 只要医院入住率和死亡数据不严重 就等于疫情受控了 无论如何卫生部鼓励高风险群体 以及符合资格接种者 尽快接种第二剂加强针以提高防护力 谢谢收看 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 陪伴着你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